不要针对黑暗去做事 我们业障很深 你只要拜佛观想佛光普照 业障消除 千年暗示一灯能照破 所以每个人都有优点 用优点去赞参对吧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菩萨天天在家里念佛吃素 那么他儿子很孝顺 就请了一个非雍 菲律宾的来做他妈妈的侍者 然后请到台湾以后 因为他妈妈也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就要求菲律宾人 他妈妈说你要请可以 不要给我请那个小姐 老一点的 这样就不会乱跑 所以他请那个菲律宾来 哇年纪很大 但是皮肤很黑发亮 他儿子给他介绍英文名字 老婆少女说听了没有 整个叫做金嫂 抹到发金 叫金嫂 结果他儿子就很认真 教这位金嫂 我妈妈喜欢吃什么水果 什么蔬菜 这个是苹果 苹果 这个是莲母 莲物 这个是豆腐 你到市场 你就去买这些 然后这位金嫂也很认真 那么老婆少就不用煮饭了 每天早上三点起床 就跑到楼上佛堂去拜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 越念老婆少身体越好 气色很好 这位菲律宾的金嫂 每天上去扫佛堂 哎呀我们家女主人 念那六个字 脸发亮很快乐 因为他儿子在跑船 独生子在跑船 他很烦恼 他有一天 两个沟通老半天 金嫂就跟主人说 我儿子在跑船很危险 你每天念那六个字很好用 教我教我 老婆少女说 简单啊 结果这菲律宾人记不起来 Namom他记成 Lemu Omi Oi 就叫预言 陀佛 豆腐 哦会了 Lemu Oi 豆腐 Lemu Oi 豆腐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他每天在整理家里 买菜 Lemu Oi 豆腐 回向给他儿子 那么有一天 电话来了 菲律宾来的电话 大台风 很多船 一船都倒了 死了很多人 他儿子也在跑船 这老菩萨 这位金嫂 很紧张 告诉他女主人 我的儿子可能死了 女主人说 哎呀 那你更要赶快 Namom Omi 赶快念 赶快念 然后女主人很慈悲 拿着钱给他 你赶快买机票 回到菲律宾 看你儿子的死活 结果还教导他 Namom Omi 豆腐 要记 所以他坐了飞机 回到菲律宾 一直 Lemu Omi 豆腐 Lemu Omi 豆腐 结果 跑到岸边 上来的都是尸体 都是尸体 没有一句活的 老菩萨在那边 金嫂等了四天 到了第七天 他儿子居然被渔船救到 全部人都死 就他儿子没死 新闻记者通通跑过来 这七天你为什么没死 这位年轻人说 很奇怪 掉到大海的时候 大家没办法游泳 乃至被风吹 死掉 但是我正在挣扎的时候 前面来了一片树枝 仔细看 Lemu Omi 都是连雾啊 爬上去就不沉下去了 但是飘啊飘啊 肚子饿啊 怎么办啊 前面飘了两桶东西 一看 一桶是黄鹰 一桶是豆腐啊 我就靠他们两个 所以啊 七天的抛流啊 睡在Lemu Omi 吃黄鹰配豆腐 我得救了 他妈妈一听啊 跪在地上 哎呀 Lemu Omi 豆腐好准啊 所以 坐飞机回到台湾以后啊 天还没有亮 就跑到佛堂 一直拜啊 他跑去佛堂的时候 他的女主人早在那边了 而且 整个佛堂没有点灯 居然发光 为什么 佛光普照啊 他一辈子忘不了了 念到死也要Lemu Omi 倒腐了 所以各位啊 念佛可以消灾啊 你不要烦恼啊 你儿子现在发生车祸 你不要烦恼了 赶快Lemu Omi 倒腐就好了 佛法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各位 学佛要有信心啊 谢谢大家